Hello,大家好,我是小胖 我是大胖 现在我俩准备去咖啡厅 商量我俩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Let's go 这是我住的小乡镇 在哪儿呢,咖啡厅 我家大胖老说我生活没有遗失的 今天怎么样 挺好的,继续做事啊 你想浪漫,我也能给你浪漫 取决于我的心情 明白吗 那我的心情呢 你的心情就得跟着我走 我是太阳,为我转 OK 真大呀 我这打呀 打我脸是不 我高兴你就得高兴 我现在很愤怒,你愤怒不 我都开心 对对,有好多朋友问我 朝鲜族人结婚要不要彩礼 这个东西不太好说 因人而异 但是大部分呢 都不要彩礼 也有个别的要彩礼 像我跟大胖了就不要彩礼 就是大胖 硬可搭钱了也愿意嫁给我 就属于这种 干啥呀 这方面啥叫搭钱呢 你父母给你钱吗 那这样子我懂得搭钱 那就搭钱嘛 我家大胖 搭家就得一个孩子 然后他父母呢 给他五千万韩币 是五千万吗 搭家拿个当个宝 那就属于到达钱知道吧 那钱在我手里的 你又够你一分拿不着 然后 今天我俩决定什么大事呢 就是 准备买房子 因为 我俩十月份就结婚了 也考虑了很久 到底是买房子 还是租房子 我俩今天已经决定了 买房 如果说 买高层呢 就是 挺贵的 也看地区 买低层呢 买完就赔钱 不保值 所以 我俩呢 尽量还是买高层 因为我俩 不打算在韩国 住一辈子 到以后 还得卖这房子 所以呢 为了升值工典 保值 就得买高层 我俩看的地区呢 是 韩国的富川 富平 这地方 中国人比较多 然后 房子的趋势也比较好 那个位置大概 折合人民币 200多万 实际还得去看看房 确定不了多少钱 是吧 大概国内平数是25 哎呀 不是 韩国平数是25平 国内平数是90多平吧 然后 我俩已经预约了 明天去看房子 刚才我那个是开玩笑的啊 说那个 到达钱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也得谢谢 我丈母娘 我老丈人 把我家 发宝给我 所以 我也得给个交代呀 买房 其实 我家有房子 在沈阳有房 有两套房 然后呢 决定买房的时候 卖了一套房 在沈阳房子 卖了一套 在沈阳的房子 在沈阳的房子 再卖了 回国 他那个低层房子吧 质量也不少 就是进的钢筋啥子 比较少 然后卖也不好卖 但是便宜一些 是吧 就是适合常有机器的 如果说 咱俩不考虑回国的话 就买个那样房 但是我俩以后 还得回国 所以还得买高层 但是压力也比较大 你要我全款 我也买不了 我常常挣200多万 我家也没那么多钱 在这里我也得 感谢我父母吧 把你支持 尤其是爸 对 太辛苦了 还有我爸 为了给我结婚 真是操了不少心 明天我俩打算 去付传付评 看看房子 但是看呢 不一定买 因为买房子 也得有个过程 不能到那块看就买 咱俩就是先看看吧 然后有合适的 多看看再买 是不是 关键主要还是差钱 不差钱到那就买了 挑好的买一呗 是吧 明天咱得看几套啊 今天我打电话订的是看四五套 那也得上午 是上午十点开始看 是但是付评相对来说便宜点 二百万就能 你要是付传的话 人民币 百二百多万 三百来万 但是对我们来说 二百万也是大钱 是 你全款我还买不起 就得 带款 那你说 那你说 想在这块长期住的话 还是买房 比那个租房的合适 是吧 然后明天我俩去看房 也准备给大家拍视频看看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家大胖 还支持我的比较少 行了 开个玩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拜拜 大胖你慢点 等等我呀 我在这儿呢 我在这儿呢 我差点跟底屋了 我以为那个是你呢 哎呀 你俩体格长得太像了 我差点认错媳妇了 发着恩这一天